DC的这部电影究竟有多扯 连主演自己都觉得参演这部电影是一大耻辱 后来借助死士小剑剑可以打破第四面墙的超能力 千辛万苦穿越到几年前的现实世界 这才一枪结果了自己的小命 保住了晚节 可是这部传说中最烂的超音片 真的这么烂吗 虽然票房仅有一亿 但是人家成本两亿啊 我们今天就讲讲这部电影 绿灯侠 DC宇宙有个神通广大的七灯军团 包含九种灯色 愤怒红灯 贪婪成灯 恐惧黄灯 抑制绿灯 希望蓝灯 怜悯电灯 爱之子灯 死亡黑灯 生命白灯 每一种都拥有各自的能量 就像无限宝石一样 亿万年前 掌握绿灯的神族成为宇宙主宰 用人力建造了一颗欧星球 借此监控众生 他们把宇宙分成3600个善区 每个善区有一位绿灯守护者 就是这3600位绿灯战士 组成了绿灯军团 负责银河系的守护者是阿斌 他是绿灯军团的传奇战士 几十亿年前 他曾把黄灯灯兽 是插怪封印在了一个未知善区中 可过去这么久 再牢固的封印也会松动 是插怪便借此设置陷阱 再次吞噬了三个外星人的生命 挣脱了封印 而他出来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复仇 他背后偷袭将阿斌打成重伤 阿斌则知道自己即将死亡 赶紧逃到了最近的生命星球 激活戒指的自我意志 让他自己挑选下一院主人 至于小健健 他是个飞机试飞员 不过他胆大任性 喜欢挑战 意外遭遇了飞机失事 虽然成功跳舱逃生 但家人们却吓得不轻 这不 小健健正在安慰侄子别害怕 结果 一道绿光突然钻进胸膛 接着形成一个能量罩 带着小健健瞬间起飞 把他扔到了一个废弃的码头旁 小健健起身后 发现了奄奄一息的外星人 连忙将其救出 而这个外星人 正是阿斌 还好外星人也说英语 两人沟通毫无障碍 阿斌交给小健健一枚戒指 让他把戒指放进绿灯 继承绿灯一指 接着便去世了 一个绿戒指 小健健觉得这应该不是求婚 眼看政府派来了搜寻队 可他既没时间掩埋阿斌的尸体 又没办法弄清现状 只好先溜了 就这样 政府的秘密机构获得了阿斌的尸体 并请来基因科学家大奔进行研究 大奔是个书呆子 也是小健健以前的好友 他解剖了阿斌的尸体 却被一道黄光清洗了身体 大奔没觉得不舒服 殊不知 他已经被视差怪传染了 另一边 小健健带着戒指和绿灯回家 可他用尽各种办法都无法启动 最后 他随口说了句 爱是一道光 绿道我发慌 竟然揭开了封印 小健健不小心使出了绿灯里的力量 可下一秒 一道绿光护照就包裹了小健健 带着他飞出地球 在宇宙翱翔 最终穿过一个虫洞 落在一个星球上 小健健醒来后发现 自己竟然穿着一件特二的紧身衣 等他闷骚的摆个puff 这才注意到旁边站着一只鸡 这是一只外星鸡 是特意来迎接小健健 欢迎他来到欧位星球加入绿灯军团的 外星鸡邀请小健健参加军团聚会 他这才明白 原来绿灯侠不仅可以是人或者鸡 还可以是一条鱼 一只蜜蜂 甚至是一个水母 绿灯侠的超能力就是一只 换句话说 只要借助戒指 就能把想象变成现实 而只要想象力无限大 戒指的能力就无限大 说着 一只绿猪便担任教官 给年轻的小健健上了一课 军团统帅看不起小健健 他觉得人类是最低等的物种 为什么伟大的阿兵会把戒指交给这个小菜鸡 另一边 大奔发现自己竟然能听到别人的心声 还能使出超能力 他化验自己的血液 这才知道是某种黄色物质在入侵自己的细胞 正在这时 大奔接到父亲的邀请 参加一个聚会 可拥有超能力的他却意识到 嘴上关心自己的父亲 其实一直看不起他 聚会上大奔看到了童年女神卡米尔 便上去吹牛 说自己最近在研究外星人 结果父亲却对他一阵羞辱 大奔很生气 控制水龙头袭击父亲乘坐的飞机 飞机失控坠落 竟然朝着卡米尔冲来 而看到女朋友遇到危险 小健健只好化身绿灯霞 凭空幻化出一辆四驱车和赛道 驮着飞机安全着陆 不仅如此 他还制造了一个能量罩 保护卡米尔不被广告牌砸中 接着在大家惊讶的目光中 化作绿光飞去 同时 因为超负荷使用超能力 大奔被能量反噬 浑身难受 最后变成一个大脑门 不仅如此 远在几百光年以外的视差怪 也突然有所感应 向这边赶来 绿道发慌的小健健 则飞到了卡米尔的窗外 本来是想装个逼 没想到卡米尔一眼就认出了他 没办法 小健健只好摘掉面罩 告诉他绿灯霞的秘密 并借助绿光给他变出一个项链 趁机一轻方则 这个男人受到感染变成了怪物 恶毒的父亲第一反应不是救他 而是抓起来研究 不过大奔显然不会束手就擒 他一下就挣脱束缚 轻吹一口气 把女博士抓在空中 随便一个眼神 将保安砸晕 然后把父亲抓回来 跟上手术台 眼看就要下毒手 小健健及时赶到 先想象出一滩水救下女博士 接着想象出烈火对抗大奔 没想到大奔的超能力也很强 黄灯的力量来自于恐惧 而曾经的他 正是个十足的窝囊费 积压了二十年的恐惧 成为了他的武器 竟然打倒了小健健 大奔读取了小健健的记忆 这份信息被士插怪得到 他也认出了那枚 曾经封印自己的戒指 于是决定亲自来地球 将小健健撕成碎片 与此同时 远在欧位星球的绿灯霞们 发现士插怪正到处复仇 至今已经杀了四个绿灯霞 统帅觉得士插怪的实力 已经超过了他们 赶紧询问长老慧 长老慧这才说出士插怪的来历 原来几万亿年前 士插怪也是绿灯军团长老慧的一员 可后来他们发现 绿灯的能力不如以前强大了 为了寻找更强的力量 士插怪才不顾劝阻 准备打造绿灯的死敌 也就是代表恐惧的黄灯 想以此壮大实力 没想到遭受反噬 最后变成士插怪 听了这番解释后 统帅觉得 要想打败士插怪 只能用相同的手段 于是他们合力又打造了一枚黄灯戒指 准备以牺牲地球为代价 将士插怪和地球全部封杀 还好小剑剑及时赶到 他希望大家不要这么快放弃地球 也不要像士插怪妥协 他决定牺牲自己来杀死这个怪物 之后 小剑剑便回到了地球 没想到大奔竟然绑架了卡密尔 此时的大奔 不仅脑门更大了 能力也更强了 小剑剑为了救女友 只好把戒指送给大奔 根本无法掌控绿灯之力 原来 绿灯侠不是看谁得到了戒指 而是戒指选择主人 就在这时 士插怪到了 大奔的灵魂被瞬间吸走 面对如此庞大的怪物 小剑剑只好暂时撤退 先保证卡密尔的安全 士插怪则开始进攻人类 这么多心生恐惧的人类 可全是她的养量 关键时刻 小剑剑终于返回 小剑剑拼尽全力 却依旧抵挡不住怪物 为了取出恐惧 她开始念咒语 碍事一道光 绿道你发慌 终于突破控制 吸引士插怪的火力来到外太空 看着旁边的太阳 她突然想起了初中物理中重量越大引力越大的知识点 于是赶紧冲了过去 小剑剑幻化出飞机 把自己往外拽 士插怪却因为体型巨大 无处着力 被太阳吸住 最后 小剑剑狠狠一拳 终于把这里亿万年的怪物扔进太阳 灰飞烟灭 就这样 小剑剑得到绿灯军团的认可 机身正义联盟七大巨头之一 每天高喊着咒语 成为了全宇宙最绿的男人 只可惜 这部电影的口碑和票房极其凄惨 连主演自己都以此为耻 因此 DC电影宇宙只能彻底移除绿灯侠 发誓再也不碰这个英雄了 感谢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